欢迎大家来到懒人厨房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道家常菜卤鸡蛋 使用的是啤酒 锅内倒水 开始煮鸡蛋 鸡蛋冷水下锅 这样煮的鸡蛋不容易破 盖上锅盖 鸡蛋煮熟之后先盖 捞出过凉水 在水中包去鸡蛋壳 锅内倒适量的油 下入白砂糖 开始炒糖晒 糖的颜色开始慢慢变化 变成深褐色之后虾鸡蛋 小心渐烧 倒入鸡蛋 锅晒翻动几下 加适量的盐 加生抽 盖上锅盖 汤汁少一半时给鸡蛋翻面 盖上锅盖继续烧 汤汁剩一点点的时候先盖 翻炒几下 出锅 好了一道香气四溢的卤鸡蛋就完成了 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醋或者是辣酱调味